这等手机游戏Pokemon Go风靡全球 不少玩家拿起手机走在街上寻找神奇宝贝的踪迹 也因为过于专注 容易引发意外 美国马里兰州警方公布一段影片 影片中可见一群警察在路边闲聊 但是不久过后 却有一辆失控的休旅车 撞上了停在一旁的警车 休旅车还是持续地向前行驶一段距离 警方本见状立刻地上前询问司机的情况 司机看到警察之后立刻下车 拿出手机自首并向警方道歉 表示自己因为边开车边玩神奇宝贝 竟然分析撞上警车 警方在影片的最后呼吁公路使用者开车时 不要分心玩神奇宝贝 否则酿成意外就得不偿失了